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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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比我好的人有啊 比如当年铁道部工作的丁关温同志 那时候他的桥牌比我好 我以为是因为你桥牌打得最好 是教练水平才去的 不不不不 但是我应该算打得很不错的 那比这个邓老爷是怎么样 这个不好比啊 他是怎么说呢 邓小平的桥牌 是在他这样级别的领导里头 他是打得应该是最好的 那要跟您比呢 不太好比 不太好比 是比较清晰 不太好比 对对对对 咱们可以看看一张照片 我觉得这张照片很有意思 这是什么时候的 应该80年代 84年左右吧 这个小平同志 您看这个细节很有意思 两人啊 一人手里 拿着一根烟 很平等 很和谐 很和谐 这是在哪 他家里吗 应该是在人大会堂 在人民大会堂的有一个厅 叫118厅 这是你们固定的场所吗 应该是比较固定的场所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在那住的厅 是很著名的一厅 叫118厅 我以为会在什么俱乐部啊什么的 为什么总是人民大会堂打台呢 因为人民大会堂是 我现在想起来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人都在那地方 都在那摇摇摆听 那个 偶尔也到过西山 他呢 到后来是因为有那个叫帕金森症吧 他那个手就抖 抖啊 抖一抖之后就拿不住牌了 就他女儿那个邓南 就刚才咱们看见的那个 对对对 邓南替他拿着那个牌 哦 他来出主意 他来拿 他像个司令一样啊 决定应该怎么叫出哪张 邓南就替他出 不过像我呢 在看这个状况呢 心里很勇敢 因为我是从他非常健康的状态一块打牌 当然我认为他肯定能过100岁的 啊 何以见得呢 因为他身体太好了 就是80年代就 刚才你看这个照片前后的时候 我们在一块打牌时间特别多 那时候他特别的好 早记录了也非常有劲儿 就是说起话来也很有劲儿 各方面都表示他的身体 我认为都要过百 但是他也说他就是也不停地在表达 所以要等香港回收了之后 他要去香港 这也他也不停地说 我们都认为没有问题 嗯 因为香港回归的时候 我印象是他应该是93岁 啊 现在回归 93岁呢 我想绝对没问题 但是后来 就是 刚才一句话就是 恍若隔世 恍若隔世 这没过几年 就过了不太多的时候 就手就拿不住牌就抖起来 就撞健康撞啊 跟我跟他接触最多的时候 差距就非常大了 我这心里特别不是自我 那时候您跟他是固定的搭档是吗 不是 我跟他是 应该说是固定的敌人 刚才那个就是敌人的位置 应该是对面的 搭档是对面的 那您跟谁是搭档 我跟很多比如 呃 当时有这个 胡耀邦啊 总书理 胡耀邦还有万里啊 嗯 等等吧 就是他固定的敌人 那他固定的搭档是谁啊 应该是 丁光根 刚才那个照片 没显示出来 没显示出来 他可能为了显示 他那个 呃 有那个 跟比如说这个万里老爷子 对对对对 这组合 那水平呢 高呢 呃 水平确实 因为他的水平啊 比那个 就是我的搭档的水平要高一些 或者说高很多 嗯 丁光根的水平比我那时候要好一些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 不是故意也输 也本来也赢不了 哈哈哈哈 本来也赢不了 我听说过那么件事嘛 就好像你也跟这个邓老爷子 打过搭档 对对对 但是老赢 赢这个万里同志嘛 赢他赢很多 赢他赢很多 赢子稀里哗啦太惨了 后来他就故意放水 等于是为了平均实力 하기前常被撑到对手 但是小平同志说が 入光无惧 我就开始斥责你了 是非是非这些 哈哈 干 Prize 那真是我和郑老爷子 嗯 那边是万里和 有一年老院长 叫朱寿和 有一院的 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那院长 他当在北大河 每天我们都在打 人家真的是 打得特别的惨 万老爷的脸都拉得很长 但是邓老爷都是不在意的 就是他还是要继续猛追猛打 不停地加翻 加着他们的翻 不停地 我是真的有一种 有一种 我想平衡一下他们 我就暗地里弄了那么一下 然后邓老爷是训斥了一通 说你这个创世界纪录了 怎么能挡那么多 我这盘挡了六个 被万老爷的加倍 挡了六个 而且据说邓老爷的还耿耿于怀 以后跟别人还说 说念卫平下围棋是九段 大桥牌可不是九段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说的 专门 是他后来到北京来 参加八一建军节的招待会 然后把我的儿子和太太 一个做的他的 还很没有心做他的专列 一块来 他还在专列上请吃轮饭 在吃饭的时候特别强调 说我下围棋是九段 大桥牌可不是九段 他看来是邓老爷的 无论干什么事都寂恶如愁 很有一个挺好奇的 就是您像您的一位朋友 好像还评价 说这个看围棋 看棋风 可以看出这个人 比如他就讲这个 聂胜 说他就是大漠英雄这种戚风 我倒想感觉到 在打桥牌的过程中 比如说你看万里 看邓小平 你能看出这个人的思维方式 或者性格特点 我没那么高水平 我可能还看不很 这是他什么风格 我看我们领导人大桥牌 风格都有一个 就是比较积极主动 大道阔斧 那个 经常叫一些 就是别人不可能叫 或不敢叫的 冒叫 有点有一点点的倾向 但是呢 别的人呢 是可能纯粹的是 叫冒叫 但邓小 邓老爷子呢 他不经常是绝对的冒叫 他叫了之后 他有很多理由 可以能把他打成 还有很多办法和理由 所以他呢是 我认为是 急急进取吧 急急进取 并不是贸然前进 还是有把握 其他的可能有些冒叫 而且呢 你觉得挺奇怪 他们这个 保经沧桑的人 什么没见过 但是打起桥牌来 就像您刚才说的 小孩儿也还那么认真是吧 他不狠 就胜负心的 胜负心极重了 很重 很重 这个刚才你说的 万老爷子也有这样情况 如果打桥牌输了 他感觉不好啊 他可能这个饭都不吃了 这么在意啊 非常在意 就是他有为过 打桥牌输了 不吃饭的时候 所以 一般的没有特殊情况 没人敢赢他 这个饭不能让他不吃啊 所以跟他打了 有所保留 但是 邓老爷子是不管的 你吃不吃饭 他搞不清楚 他都要赢你 哈哈哈哈 增加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想啊 您这个经常跟这个 这么高级的这个国家领导人 在一起打牌啊 要照我来讲啊 这个心理是会不会有点 战战兢兢呢 陪着小心 或者是 好像没有 因为你这个 他们 因为是 本来也是普通人嘛 都 很有 很亲和啊 再一个就是 他们的孩子啊 我也挺熟的 你比如说 刚才说到这个 邓老爷的 万老爷 他们的孩子 我都很熟 跟他们接触很多 并且我还 在因 就是邓老爷的要求 我还教过他的 孙子本的人 打桥牌 下围棋 教他们下围棋 教他们做人 做人你都管了 那我觉得我有着义务管嘛 所以没有给我赋予的任务 但我也管了一下 就是我教过邓林的儿子 邓楠的女儿 还有我就抓他们俩 那时候 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俩都刚十岁出头 然后每天呢 他们俩来找我 学习作业 学为奇啊 我给他们讲 比如他们经常 他对他的家长 对他的父母 很不尊敬啊 就嘴里有些脏字 不太恭敬 这是被我训斥最多的时候 训斥最多的时候 我甚至于有一次还 您一提明两话题 手机响了 手机响啥 他咱们提借了 提借了 赶快提借你 我还想着从哪儿传练的声音 很有意思 他们都被我训斥的 都训斥了 前两天 不是前两天 前一段时间 卓琳阿姨去世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又看见这俩 这俩已经 我已经完全不认识 变化太大了 十几年了 不止 84年到现在25年了 都变成大人了 特别是那个名字 就是邓男的女儿 都变成一个 女的隔了25年 那时候小姑娘 现在成什么样 现在都是所谓妇人了 都是变成交过已婚女士 我完全都不能认了 当年都是小孩 我还管教过她 你还给他们 教出什么段位来了吗 他们 没有 他们的围棋才能太一般了 做人的才能很高 做人的才能 我不知道我交好没 反正他们现在都能体会 当年我有好多苦心 但是您跟这一家人 是怎么认识上的 这个是怎么交往上的呢 因为就是 也就是因为打桥牌嘛 打桥牌交往比较多 因为最开始 就是社会上 有一个传说 就是说 都说邓小平的桥牌打得好 有人向我介绍过 我那时候呢 也是一个很 就比较傲气的人 我对 我那时候还以为啊 邓小平为什么桥牌得好 因为他是邓小平 没人敢赢他 人家问我 当时很多人就说 说起这事 我就跟他们讲 邓小平桥牌为什么打得好 就是因为他是邓小平 可我亲自和邓小平打过牌之后 跟他接触过之后 我也发现 就是因为邓小平的桥牌打得好 他的桥牌是比他同一类人的桥牌 比人家好了很多 但是这个话 就传到那个他们家的那个 邓融的那个 毛毛 邓融的那个那里去 有一次 当着邓小平的面吃饭的时候 他还质问我 啊 你是让我非常的 很难以表态吧 尴尬是吧 特别的尴尬 声音很大 说听说你 他说你觉得我们老爷子牌怎么样 是像你那样说的吗 什么什么的 就尴尬极了 看来那个请你老师去打桥牌 也是有点那种英雄见英雄的那种感觉 要绝一高下 看谁厉害 是那种意思吧 也许有吧 但是 确实是我原来不知道 接触之后 感觉到邓小平的桥牌 非邓小可 那么您刚才说了 就不光是交牌 不光是交旗 还叫做人 那我反过来讲 这个邓老爷子跟你之间 除了打桥牌的时候 聊不聊做人呢 或者是其他一些什么闲调 他平时话非常的少 他有一种给我的感觉 就有一个词很合适的 就是不怒自威 他也不说什么话 也没看跟谁发火 但是我想在相当有级别的干部 看见邓老爷的时候是很紧张的 气场 有威势 我跟他已经就是 非常感觉到非常熟了 而且交流的很多 但是总觉得他确实不同于一般人 不是像咱们之间这种凡人之间交流 我觉得他确实不同于一般的凡人 你比如说 你能举出个例子 说明你这种感觉吗 你看人家来找他汇报工作 就是我们打着牌 通常是没有这种状况 但是有紧急的时候 特别紧急的时候 比如我亲自就看到像赵紫阳 很急送送闹吵吵进来 跟他交流说什么 这时候像这种状况 我都是感觉 我必须飞快地跑出去躲开啊 回避一下 小孩都会听到国家机密 对啊 但人家说都是重大的国家机密的时候 我这马上就甩跑开了 但是进来的人没有急策出应该是不敢进来的 这都是非常紧急的事情了 有一次呢我记得挺清楚就是杨主席啊 杨主席就是十一的时候 杨主席呢到那个我们在118的时候 他跑来看了 杨上昆 杨上昆啊 看了 然后还说一句话 寒暄两句嘛 嗯 但是说了有点 可能花 开始 说了之后可能转到别的地方 有几句说 等来就说大牌嘛 他很专注是吧 不让别人打牌 对对 他打牌 杨主席可能 你看哎 不对劲了 只要就走了呗 就不弄死了 有一点点这个 这个他是 也不像一般的那种洗腥鱼色什么的 但是听说一般这个就是说陪领导人打牌 主要说是为了他们这个休息和放松 您讲他平常打牌还不大说话 不大聊闲天 不聊闲天 就对啊 好像怎么达到他放松的那种那种 他自己就能调节到很放松 嗯 他自己呃 我看他就是我对他印象最好的一次啊 觉得他最高兴 而且他笑得像像一个孩子一样 我看了特别纯真的一次 就是好像1984年的十一啊 有个阅兵他亲自下去检阅那个 就想说您好那一次嘛是吧 啊检阅那个应该是84年国庆35周年的阅兵 嗯 然后完事之后呢 我们在一块吃饭 然后我们都觉得他表现得特别的精彩 觉得是大家都一直说是应该当年最佳这个奥斯卡奖 他在那个阅兵电视里 我们都认为他达到一般的领导人做不到那样 大家都觉得他表演特别好 他特别高兴 笑开怀了 都说他应该是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是他影帝的谁 对对对 聂老师我正好想问你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 我以前看过一些文章 正好今天问你 就是您跟那个邓老爷子关系这么亲密 是不是也他也因为您是那个四川人的女婿当时 是不是因这么看您 有有有关系 你至于都关心您的当时的婚姻状况 对对他很关心 我跟您聊过这些 好像还比较伤心是吗 特别跟我说过 这个说的时候那个太太是我们四川人 跟我说过 并且还说过 那个我这个儿子啊 他说那个如果将来要结婚的话 找对象结婚的话要报告给他 但是您自己好像就曾经说过 说您下围棋是九段 但是在这个婚姻家庭方面是零段 绝对是 那有没有跟这个 有付邓小平对我的这个重托和中华 这下三人请广告之后见 我有时候觉得啊 这个冥冥之中啊 是不是有一些缘分在那里 就是到后来就是中日围棋对抗赛啊 咱们这个聂齐胜就十一连胜 我就想起说 我看过一个采访当年啊 就是他非常小的时候 陈毅就找这个老师专门教他下围棋 而且说陈毅那个时候跟您就说过那个话 说是这个九段就相当于原子弹 说那个时候咱们跟日本齐力差距很大 结果你看 您就好像是陈毅当年埋下的一个种子 到后来开了花 对他 我很小的时候 十岁左右的时候 就是 也许经人介绍 也许他听说的 但是有可能是那个叫李迪三的一个老同志介绍的 然后去跟陈老总下棋 下了之后陈老总就非常看好我吧 看中 就是 然后专门给我找了老师 然后到我学校去教 我当时住校 然后那个老师到学校里来教的非常不简单 而且那个时候我那老师也没工作 就由我们那个当时的叫北京骑社 给他发了15块钱的车马费 15块钱的工资就等于30块 那30块在那时候 对于没有工作也很多的钱了 所以我那个老师因为教我就变成了这个 您看这是谁家 陈建仁又给您打电话了嘛 又说 就都关了 对对对 关机关机 所以念老师本身你发现的 你提到名人的时候 你提到谁家人 马上电话就讲 自动报警过来 对对他那个 对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特别关心 特别关照 到他经常给我讲一些 类似于像刚才你说的 围棋那个九段中国是没有 但是那个九段相当于原子弹 中国已经有了原子弹 有了中国 你意思是国家 已经有了到了九段了 所以围棋赶紧要赶超日本 你知道后来有一种说法 因为我们现在一说到 就中国打开国门 像世界老师说乒乓外交 但后来现在更多人 现在开始就是回顾往前推的话 这是围棋外交 围棋 对是说其实围棋是在乒乓之前 更早的 因为先跟日本打通关系的时候 是还有一套围棋起了很大作用 你说的太对了 这个我们对日本的这个影响 围棋影响已经到什么程度 当年日本的围棋九段在日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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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